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瓣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吧我們今天再來玩一款 今天剛上市的叫做 玩蛋我被殭屍包圍了 如果你有在華華廣告的話 應該最近有發現有這款遊戲 那那個名稱應該很明顯是 超最近有一款遊戲是 玩蛋我被美女包圍的那款Steam遊戲 不過那款遊戲我沒有玩啊 好沒關係那畫面的玩法呢 我們等一下進去就知道了 那它的背景似乎就是拿植物大戰僵屍 不過我不知道這是正版授權 還是就是同一個東西然後換成 就變成這個模式那我們就走唄 來看看這個遊戲在做些什麼 那一樣我們就給它玩到有那個 可以看為止對 可以看商店為止 我還是習慣這樣子來走吧 然後它的遊戲方式呢 剛剛沒有講嘛 欸沒錯它就是之前的那款 合合合英雄 對對對根本就是一樣對不對 以這個狀況的話 反正五連銷就會合成就會進化 然後三個它等於是 直接進化兩間然後我可以移出物品 不過合合英雄後面我就沒有玩了啦 所以我其實不是很了解 它相似的程度有多大 又或者說合合英雄其實已經發展到另外一個地步了 也說不定 然後呢這邊就有肉割的部分 肉割的屬性 碗豆射手攻擊範圍提升每次射發 每次會攻擊三顆擴散的碗豆 在幹嘛波刺是不是 然後這是加速 可是殭屍不是那個最經典的殭屍 所以一開始也是只有這個 英雄 可以去攻擊 然後我可以看廣告可以刷新技能 冰霜 屠殺 成長 經驗值嘛 所有植物攻擊力加4% 不知道選什麼就選這個 然後這等於是我又可以再移動了 所以我總共可以移動六步 這個按下去怎樣 忽略當前步數直接開始戰鬥 我等於是直接跳過是不是 就等於是什麼都沒了 那我該做什麼了 四消 四消 還能幹嘛 四消就兩隻喔 唉唷 這麼的 他在提示我 這種提示還蠻智障的蠻可愛的 還能幹嘛 這邊有一坨 好吧 你都來了 那我們就上囉 他是看我玩太久 欸這可以嗎 這樣子不行喔 蛤 所以如果我要進化的話 我必須要這樣 然後這樣合成 他就會再多飄一個 OK 好 這個能力是什麼 沒有了 我還有兩步可以動 因為剛剛吃到什麼東西對不對 那我要幹嘛 這邊有一坨 可是這裡沒有 好啦 你現在在那邊動就動吧 所以感覺這個遊戲應該是要玩連銷的吧 就是收集到最後然後一口氣連銷 有點像是有步數限制的神魔之塔 欸 這樣講對嗎 因為這個遊戲感覺如果是同樣類型的話 應該已經有一些更進階的技巧出現了 大咕咕攻擊鍵在範圍17% 檸檬戰士對於小石盤5倍 提高5倍傷害的概率5% 大噴沽應該是這個吧 的攻擊力對附加著造效果15秒 並每秒造成那就直接這個吧 簡單一點 初期而已應該不用想太多 所以我們要打幾關 打20關喔 真的假的 然後這是我們的基礎傷害的分布 所以都是我們的碗豆在打的 所以我們就看到碗豆射手就好了 那我就直接一次來兩隻 喔 那5消跟那個差太多了吧 那你要5消的話 你現在也不能夠隨時隨地的去5消 4消2隻 OK 那3消的話1隻 好 可是這樣不行對不對 啊不行 浪費了一些 啊有點虧 但是應該沒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可以看 應該都是這個 這個啦 碗豆系列在打 這應該也是碗豆系列的吧 可是它距離好像有點遠 所以打不到 好沒關係 來第4關 這真的要玩20關喔 一局 這邊有一個 剛好一次兩隻 然後又一個 豌豆射手 然後這等於是要一口氣伸上去才可以 我沒有機會一口氣給我來個5個 這樣我就可以合成了 然後就目前為止的話 再怎麼樣4個是能夠手動 5個的話就只能看運氣了 好啦算了 就來吧 這邊有個檸檬 喔這也是檸檬是不是 這三顆可以去合成 攻擊速度 不用想 那藍色是不是稀有 綠色感覺是普通的 只是看到攻速這種東西不選 感覺有點過意不去 你知道嗎 所以說 還是需要再等 這個是什麼 寶箱 它直接給我一個能力就對了 碗豆變成碗豆射手 直接全部進化是不是 隨機三個植物升級一級 當前數量4也已經跟你說了 好吧 給它升級一級的話應該是全部 沒關係沒關係 再說再說 然後又一個 如果這個一次給你5隻的話 不就很爽 可是應該不太可能 因為你要手動和冷 除非它直接像剛剛那樣給你東西 然後直接升上去應該才會比較爽 哇 結果我的碗豆 什麼都不能做 第五關 然後這個是會左右飛的成長數經驗值 它成長度是什麼東西 對啊 它經驗值有什麼 檸檬冰霜 好吧 就看看那個經驗值能幹嘛 第一關應該不會多難欸 第六 直接給我四個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 三階 有點討厭有點遠 對啊 我也想要給它升三階 三階會比較痛嗎 完全沒有出發就結束 啊這個升級是那個經驗值是不是 打怪的 喔這個這個這個 檸檬戰士增加一把武器 直接是雙刀流 轉快一點點 這個是毒是不是 第七 所以在外面應該沒意外都是收集卡牌吧 對啊 應該是這樣子沒錯 哇 好吧 喔好遠喔 所有攻擊力 所有攻擊力加四 五消石中間多升一階 先選這個 五消的機率很低 欸 靠北等一下 哈哈哈哈 我以為它像隔壁RD一樣 你知道嗎 按久了它可以那個 欸不是啦我的碗豆 欸你按久了刪掉你怎麼沒有選椒 你 欸我的三階碗豆 不是啦 哈哈哈哈 我覺得有點冤枉 我覺得有點冤枉 看一下你給我什麼 這等於是免費升級是嗎 所有變成西瓜冰霜 好啦都來都來 我現在覺得 我現在覺得有點崩潰 我們 這個應該是環速了吧 能再加速嗎 不行 1977 這個環速很像很像 大噴窟 應該 好啦隨便 反正就是選顏色高底一點好了 懶得去看它 哇一關二十分鐘 欸一關二十回合 還是蠻可怕 第九關 能幹嘛 多一個 單單純一隻也可以 只不知道這個又是一隻的傷害跟多隻的傷害差多少 這個要叫我幹嘛 我都忘記我剩最後一部了 就是第九關 對啊它明明是用殭屍 欸 碗豆射手 我已經沒有碗豆射手 算了 它明明是用那個 我已經忘記那套手了 欸BOSS OK好 左邊 可是卻連那個怪物都沒有 那個殭屍 不是那個最經典的那一隻 植物大安殭屍啊 剛剛完全想不到那什麼ID 植物大安殭屍我小時候就玩過一下下 沒有玩到很瘋 唉 看到這個碗豆就覺得難過 有夠哀傷 剩餘一步 好走吧 還行嗎 還有 還有嗎 連消可以再來是不是 真的假的 然後它會以那個位置為主 你最後移動的位置為主 所以我們直接打BOSS 它叫什麼什麼什麼的神明 有反 傷害有點微 欸不是 真的假的 沒有後面還有 因為它只是剛剛在亮而已 還有我覺得有點危險 還行 可是也蠻極限的 每100耐久所有植物的厚宅每增加100耐久上限 厚宅耐久植物上限 100耐久 額外增加一行 哇還可以這樣子喔 100耐久上限 所以我選這個的話是不是會很強 欸 過了嗎 欸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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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噴菇 有9 攻擊速度加3 當宅 後宅末日未受到傷害值 回復200耐久 那個是稀有 可是半個檸檬戰是 這個時候是不是可以來 選個這個 因為感覺午宵很像有可能 然後隨機兩個植物生一階 攻速加3 還在加步數 哇 增加3次 泛個檸檬 泛個檸檬 還有嗎 沒了 所以我看有沒有辦法五消 可是五消的話 其實可以啦 可是我要花超多部的耶 看來會變怎樣 五消 多一階 可是他本來就這樣子 只是他又再給你多 多一顆 所以你就多了兩隻出來 後宅低於50% 十 豌豆射手 所以我還可以 再升一波嗎 好像想要再一次五消 如果這個時候再一次五消一定超爽 可是感覺很貴 五步嘛 所以就是 哇 不行有點卡 好啦好啦算了 先不要執著於五消 我們這樣子 也能夠 哇 直接給我兩隻 這感覺有點飄耶 飄得有點爽 好3 哇這隻有點深 沒事沒事 走吧 所以這第11關 所以剛剛給你一個大的那個 buff 總覺得這個比較豐富一些些 我之前那個沒有玩過 沒有玩得很深 可能我已經忘記了 減速效果 攻擊速度 加快一點點 哇這個 碗豆射手的距離這麼遠 我還是覺得我把剛剛那個刷掉 這是一點智障的事情 15%的機率 對冰凍殭屍造成1秒的緩速 好 1秒的凍結 讓他不會動 12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 一次是兩個嗎 喔銀色的 能力變更好 進擊後 進擊後 英雄攜帶數量加1 什麼意思 攜帶數量加1 所以說 我有6部對不對 1 2 3 4 6 每天額外獲得一次攻擊力加8 感覺很像 我還可以看廣告刷新 算了直接上吧 這樣我就每天多7部 可是我已經到第12回合 我等於是只多了一個回合的扣打 所以 現在這裡我又可以用一個五連銷 而且剛剛又加一擊 我不知道那個寶箱加一擊 我沒有辦法加上去 玩豆射手攻擊力加10% 我們等下這邊應該還可以再一次 五箱 如果要五箱 我這樣上去的話會變三箱 所以我要先故意的移開 移開 移開 再一個五箱 這樣算划算嗎 其實也不是了解這樣划不划算 所以我現在有三步嘛對不對 我就一步兩步三步等一下五箱 五箱比較賺 難 不行這不可能六箱 攻速加3% 所以攻速加12% 等於是我傷害就加12%了 很像 所以說蘑菇還能幹嘛 這裡很像有機會喔 1 2 3 4 5 所以我先四步嘛 2 3 還要下一回合 如果這個五箱 感覺會有點high 這個遊戲我記得它很像也是六星還是七星吧對不對 碗豆攻擊力加10% 為什麼都是給碗豆 碗豆有這麼香嗎 還是它就是一個基礎 看一下喔 這是一級的 這是三級 三級 所以我們一級升上去的話 直接給我三級 可是我這裡有 唉唷我還可以再五箱嗎 感覺有那個機會喔 1 2 可是我要移開 我要虧一點點 下一回合再說吧 下一回合再說 然後我們的傷害還夠 所以才可以這樣子玩 但是我也不知道這樣到底對還是不對 但是感覺有點香 我們的冰很多 我們的毒很多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傷害好像不多 感覺等一下會被王走進去 所以說我們現在有七步嘛 1 2 這是幾 2 所以我們應該變成 4 我們有4隻這個 好啦這兩隻4而已 有沒有機會 感覺應該蠻難的 可是現在又一個五箱 好多五箱喔 真的只能這樣子嗎 我有兩步 好啦這樣要兩步我就多來一個 你看我多一消 我多花一步可以少幾顆扣打 那到底是賺還是不賺 顏豆射手攻擊力 加10% 現在傷害呢 還是都靠顏豆射手 你看顏豆射手等於那麼低 但是傷害它是主輸出 其他都是打輔助 OK 那這裡沒東西了 我們就上吧 兩尊 你給我兩尊 嗯 再來 四步嘛 再生 那身上就還蠻爽的 可是 是不是又沒了 對啊 剛爽完而已 其實可以啦 只是我要再花很多步 就可以五箱 對這一坨 又是毒蘑菇 都是給我毒蘑菇來五箱 冰霜 玩豆射手攻擊力 如果是100滴就加10滴 其實還蠻兇的 可是它不是疊加 我已經生了好幾次了 這樣其實也沒有很像 所有植物傷害 所以我現在加 100%嗎 對啊 這個東西有這麼香嗎 唉唷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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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少一步 所以其實我也可以選擇不要它 然後把它拿掉 可是這樣的話是不是算虧一步 我們就來試試看 假設我今天不要你這個東西 也算一步耶 但也算一步 好吧 有一個毒 好 那感覺拿掉好虧喔 反正我們還是把它 玩豆射手給它伸上去吧 看不太到它的傷害 這個四星很像是220 這個 不是四星 這是三星嗎 三星 這是一星 啊二星 我沒有二星喔 耐久 玩豆射手 齊補最後一關 感覺應該是沒有機會了吧 啊有有有有有 我們可以玩一下 兩隻 兩隻 欸 那就最高了 這就最高了 我不能再合了 我還想說可以再白嫖一隻 哇可惜 好啦沒了沒了沒了 趕快弄一弄吧 它有傷害嗎 有都是毒 很像毒的很痛 可是你看它的位置都在前面了 它的傷害是比不過 玩豆 都已經那麼高了 所有攻擊速度 玩豆 植物攻擊速度 加15% 故意的吧 呵呵 好 那我是不是 不用管其他地方了 我是不是拿過來 幫它多一點傷害 它這樣打得到它嗎 如果這樣打不到的話這邊有點可愛 有啦有啦有啦 這應該是毒嗎 有啦我們的傷害有點高過頭了 哇這等於是第一關 我就花了將近20分鐘欸 真的假的 然後點擊升級按鈕 完成英雄升級 一樣的升級方式 玩豆射手 攻擊力加2 攻擊範圍同列 所以這個也會改就對了 攻擊力直接加9欸 這個升級沒升級也差太嚴重了吧 然後是打開寶箱是一樣的 這個寶箱好像有點 有點既視感 主見面 S級 毀滅菇 一美金 30塊 那還可以幹嘛 真的幹嘛 這是什麼 大噴菇 大噴菇可以燒傷 喔就是火 它不是毒 所以植物能力 只有 解鎖 灼燒效果 累計 傷害加200% 大噴菇 受到冰凍傷害的殭屍效果 會傷害再加300% 它是配合的 灼燒時間加1 解鎖 命中殭屍使用20%的機率 點燃殭屍腳下的一格區域 燃燒傷害加10% 點燃區域擴大兩倍 所以我們要升到15等才結束 是不是 攻擊力加6 滿重要的 然後它的彈射次數也可以增加 火屬性能幹嘛 1.7倍 喔 它都寫給你了 可是我要花3個才增加2倍 所以真的是要 合在一起 5連 一次給你3隻 花5個生3隻 很像比較賺 賺很多很多 那這樣的話如果我今天不升級呢 對啊感覺我升級 也只是為了這一隻而已嘛 對不對 對啊 檸檬戰士武器大小 直接給它增加一點 它不像RD一樣 你升級之後還可以有 那個主要的東西去增加 增加你的爆傷之類的 那這邊看廣告的話 每日特匯 花錢的話可以拿到那個卡片 然後看卡廣告的話 可以拿到鑽石 金幣的話也是看廣告 它沒有免費可以拿的嗎 然後特匯商品的話是禮包 第一章節禮包 新手禮包 第三關解鎖 第五關解鎖 還有什麼可以看 我們再秒一下 那這個是我們的大噴菇嘛 他也不能升級了 我們剛剛的碗豆射手 看一下他的能力好了 碗豆射手 能夠遠距離打擊大範圍的殭屍 提升攻擊範圍 每次擴散 這是可以選的技能 然後解鎖 攻擊會穿透一個殭屍 那三級應該蠻重要的 解鎖是 攻擊暈眩殭屍 額外造成5秒流血效果 每秒造成 等於是多打一下 然後碗豆射手 攻速加10 每次發射2顆軟豆 就碗豆 十三級是 攻擊附加流血效果 十五級是擊倒殭屍後 攻速增加100 持續1秒鐘 然後每一集 都寫給你看了 那基礎傷害差很多耶 對啊 三十四 然後一千一百八 所以很明顯 這個有一點可 就是等級很重要 不能說客不能說客 就是等級很重 那這邊有什麼可以看 新手禮包檸檬戰士 然後給你兩個小型寶箱 然後這個是 預約好禮 預約活動可以抽取 我可以直接在那邊抽3 真的假的 明天上 哎呀 要明天上線 每天登入才可以給你 那他有什麼東西 卡片鑰匙 現在他都說送多少抽 多少抽 大家都會覺得是 這種抽有沒有 這裡多少抽 其實他們都是 額外再給你一個卡池的連抽 不是那種真正的抽 反而算是一個 額外的素材 欸 寶箱提升 什麼意思 蛤 哇靠這裡 真的假的 他等於是有 像那個 Ridden Dice的等級一樣 其實Ridden Dice 也是有這種東西 就是你在遊戲內升級 升得越高級 你可以拿到的東西 就越多 所以才會叫大家 希望都是 滿等的時候 再去刷寶箱 會比較賺 不然的話 真的長期虧損下來 也是虧很巨很巨 那這個東西 有到Label Mix嗎 有啦 10等就用Label Mix 除非他未來還會繼續加上去 所以他也不是看關卡 而是看你抽的次數 等於是說 如果你今天有課金的話呢 很快就可以直接把它拉好 拉滿拉高 那我這邊還可以做什麼 喔 那什麼 幸運連抽 霸王榴槤 可是我點不到耶 完全不給看 然後霸王榴槤 暴風不間斷造成的傷害 還會針刺入過的殭屍 每一個開始時會召喚榴槤 榴槤暴風持續對所有殭屍 應該說是一個龍捲風吧 15% 有15%的機率造成175%的傷害 沒想到沒有一隻 等於是他連鎖的就對了 跟隔壁的齒輪有點像 身上的刺大小增加 霸王榴槤的暴風20%的機率 使殭屍減速2.5秒 攻擊力15% 殺成暴有15%的機率 禁錮殭屍1.5秒 然後這個什麼 玫瑰法師 為什麼那個I要放不同的地方 玫瑰法師擅長攻擊大群殭屍 並使其進入腐敗狀態 2.5秒 每秒造成20%的傷害 然後中毒狀態下的殭屍 15%的機率造成重擊暴擊吧 造成腐敗傷害加200爆炸範圍 擊殺殭屍15%的機率在死亡位置 出現送葬的花瓣 對附近的殭屍每秒 等於是還有再有一個額外傷害 有點像是燃燒的地方嗎 玫瑰法師造成的腐敗時常加1.5秒 每擊殺5個殭屍 身邊會出是5隻守護特攻 守護玫瑰 這是特攻 然後再要上去之後再說 然後有英雄積分什麼意思 然後任務的話 欸 嚇到我想說這不是第一天嗎 不對 這已經到第七天了 一天後開啟 這不是第一天遊戲嗎 我怎麼看它今天才開 還是已經 對啊 我以為 然後直接可以拿到99 用於升級英雄隨便 所以如果直接課半單跟一單的話 就可以直接給你拿到 其實也是蠻硬的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再升級 那我們在海關看看好了 它升級圖片會換欸 如果再升上去 沒錢了 沒錢了沒錢了 口口不夠了 英雄可以升級但沒有辦法 最多只能夠上陣4隻英雄 那我們就直接走第二關喔 有錢嗎 200塊 夠我升級 夠我升級 我們再給它拉一下 4等 好了沒了 然後我們又剩30塊了 這邊的話都不夠 所以賺錢的話應該也蠻硬的 該不會 因為這個遊戲要賺錢的話 就只能刷 油箱 有嗎有嗎 4小時物資 這要看廣告才能夠領取 然後正常 5千塊 對嘛 這才有嘛 不然哪來那麼窮 然後給我們叫什麼 尾瓜 尾瓜 還是叫尾國 還是叫窩國 還不會唸 那我們就該升的升一升 想說前面都不給升 剛開局就這麼硬嗎 蠻好奇它畫面身上 就會變成這樣 還是說5等之後 它的畫面就不會再動 因為它只有到那個等級而已 對不對 4級 沒錢 這個是我們的檸檬戰士 結果剛剛其實都沒有用到 因為覺得這個遊戲 攻擊範圍很重要 錯過攻擊範圍就沒有傷害了 這個是什麼 召喚減速周圍的殭屍 攻擊提高20 減速7.5秒 在攻擊恐懼下殭屍75% 震盪範圍50% 攻擊力加10% 沒有一個殭屍在 在它周圍死亡時 它的攻擊力加0.5 效果持續到本回合而已 不是本場 然後效果加2.5% 每擊殺一個殭屍 攻擊力加攻擊速度加75% 所以升到15等才剛開始而已嘛 對不對 這遊戲 好那我們就走吧 我們換一個好了 把這個冰拿掉 換一下看會怎麼樣 那我們就走唄 好剛剛不小心點到的廣告 看了一下東西 那我們就走吧 這應該算是跟RD一樣的那個 火刀加倍的概念 是不是 對啊不然那是什麼意思 攻擊力加4% 變碗豆射手 變成 這是南瓜嗎 對啊這應該是南瓜嘛 6顆 好啦看看這什麼技能 然後又再給我攻擊力增加5消石 中間增加一階 OK不錯 然後還有嗎 所有攻速場上變大噴鼓 哇這兩個都不錯 好啦先選這個 我的步數還 這步數會不會太多 等一下 大噴鼓檸檬戰士 好大噴鼓 沒了吧 所以說我可以 剛剛會不會太多了一些 我應該是要 先移開這個 然後移過去 啊靠 算了 好像沒有快很多 增加三步移動次數 增加三步 那我們來奢侈一回 先這樣 碗豆射手 欸加一金幣 這開局也給太多 然後這裡又玩夠 反正就五消為主 然後又給我一個五消的可能 其實五消還蠻療癒的 就這個部分的話 隨機升一集 啊我本來想要這邊五消的 原來隨機升一集沒有那麼的香 有點被搞掉 嗯好吧 既然沒有辦法五消 那我們就 啊做錯了一步 我做錯了兩步 做錯超多步 等一下 我剩三步嘛 一 完了我覺得我腦袋怪怪的 剛明明 好算了算了算了 這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做呢 這個好遠喔 1 2 3 等一下再過來吧 我們再裝一個寶箱 前面的話應該是穩的啦 不對這第二關而已 剛剛升級成這樣 我不相信會輸 可是他大概還沒看不到月卡 玩豆射手攻擊會穿透一個殭屍 這個要升級才可以 不是說隨便拿 那我們直接選這個 大寶箱 攻速加15% 然後又再給我一個檸檬 我們先把他移開 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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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為了成就我們的大業 我們來忍忍 然後現在玩豆射手還沒有那個 範圍攻擊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危險的 再來恐懼的殭屍傷害加100% 那也不知道他恐懼到底是什麼 走吧 檸檬戰士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4個高級寶箱 哇 就這樣 不想看廣告 我們就走吧 我們的玩豆射手 攻擊力加10% 剛剛沒有看他的傷害啦 因為感覺這個 這個感覺傷害是加很扯的 還是說他這就最大 我的最大傷害上去 他傷害才有開始加 不然的話呢 其實是完全沒有加的 有沒有什麼可以多消一點的 目前看來的話是沒有 那就來吧 唉唷 這裡可以喔 如果要多消的話 我看錯了 你怎麼長那麼像 你怎麼長那麼像 不行有幾個失誤 我真的覺得有點蠢 但是沒事 攻擊力提高檸檬大小 檸檬戰士的武器大小 提升50% 好啦 讓他大一點好了 還能呢 還能做什麼 好像能做的不多 檸檬 唉這種 我就要多浪費一步 把他移開 對啊 才可以多賺一顆 所以其實到後面消掉 也是蠻重要的嘛 就確保他 就如果他真的是已經是 擋路的 就算了 攻速加10% 喔他只有尾 只有他的攻速加10%而已 好啦也已經夠兇了 還能做什麼呢 第六回合 啥也不能幹的感覺 好啦 一個就一個 這已經夠兇了 這是幾等 三等 一等 不夠 這只有兩顆 三個 有五消 喔可是好遠喔 我要把他帶過來 四步嘛 二 三 四 慢慢來吧 不然就一隻 感覺也很虧 他全部都給我這個 先用加這個 範圍再大一點 至少多少補一些傷害 個人覺得蠻重要的 好 五顆 喔喔有了有了有了 先放這裡 好等一下再說 又給我加一把武器 好看看你到底是怎樣 瘋狂給我這個角色的東西 第六 然後我現在有三顆 這個只有三個 三個 欸四 是不是已經最高了 我是不是只能 最後了齁 這不就不能再動 好吧 然後這裡又有五消 三 我記得曾經有一陣子 三消遊戲很像很熱門 然後 我都沒有玩 然後結果現在這是一個五消遊戲 不知道會不會有那種 之後會不會有那種斜消的 斜的也能消 或是斜的也能移動 好開一個 十七 殭屍移動速度降低百分之十五 十七步欸 先選這個 雖然說但五消 然後又有這個 這個 所以他南瓜吧對不對 欸 好啦我們拿橫的 可是這橫的要虧有點多部欸 好啦也不能說虧 下一局就賺回來 大噴沽 372 怪物都走不過來了 檸檬戰士 攻速再快一些 你怎麼會給我在那個位子呢 但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喔他怎麼長那麼像啊 這一坨 這邊有五隻 那就來吧 慢慢的遷移過去 才說慢慢的遷移過去而已 還是一樣啊還可以 走 好 這一隻是無形的吞噬者 總覺得這一隻 他的外型要變得不太一樣 沒事沒事 我們還有這個南瓜在 增加一行進擊後的 進擊後攜帶英雄數量加1 支持斜向移動 欸剛講完就來了 其實我還是不懂 攜帶著英雄數量 好我們看看斜向移動能幹嘛 蛤 不對啊我剛剛那個東西咧 什麼意思 他只取最高等級的幾隻而已是不是 是嗎 所以如果要斜向移動的話 我可以選擇 這樣 這樣 一個大包 攻速再加15% 然後我這裡有很多 所以我們有三步嗎 1 2 3 斜向也是蠻香的 未恢復200 攻擊力加3% 這個攻擊力我反而都沒有選 好再來是一群蘑菇 那就來吧 我們等一下直接放這兩顆 上面這個我也可以生 簡單的說他就是 能量 立場 這種東西 能5消就5消 傷害再給他扯一點 我也看不到我的等級 對啊 好 靠 啊 幹 Fuck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Fuck 好容易出現這種錯誤 不小心就給他點下去 因為我還要把他移開嗎 正常情況下的話都不會選擇把他移開 但是忘記 其實要 先不要我先用碗豆好 我等一下來個碗豆 我現在沒有碗豆 我的碗豆傷害是0耶 我們先移開 然後過去 然後走斜的省一步 然後再走這個 好多一點點 那這個有幾隻 4隻 4隻 像這邊 然後5消的這個東西 等一下可能又會出事 如果沒有先把他移開的話 我們等一下往後移2格 這邊移1格這樣就可以 要4步我才可以開一個大寶箱 不用再加攻速 我覺得他攻速已經有點太高了 他攻速真的有點高 高過頭了 看看這一坨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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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額外獲得一次 這只有在這裡會給而已是不是 對啊 然後又給我一隻 好啦可以 只是我們要稍微的 注意一下 2 3 這邊還有5個蘑菇 5個加1 這個真的太爽 太香了 攻速再加15% 64% 你都給我了 能不要嗎 嗯 真的是南瓜 那個 碗豆欸 碗豆傷害好扯 攻擊力上升10% 加 再一個 檸檸 檸檬 等一下 等兩步就好 對 對 我牆上只有一個檸檬 檸檬的傷害很慘 呵呵呵 也不是說他很慘 只是其他角色太香了 碗豆太香了 範圍太大 怪物還打不到 就已經死掉了 好上吧 增加3個移動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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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5個 這是2個 這是2個 一個大工程啊 好再一步就好了 浪費整整一回合 可是傷害也夠咧 傷害也夠 所有攻擊速度 傷害再加 攻速再加10% 就單純加你的攻速 看看他到底可以多快 但很像完全用不到他的傷害 感覺光前面要推關 就要推至少3-4個小時 我覺得 好 就選你吧 第17 4個 1 2 3 有沒有滿等 低於 不用 經驗值高一些 這個只有3個 這邊有4個耶 我只要給他爬上去就好了 2 3 4 5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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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頂了到頂了 然後 這裡也有香菇 嗯 要先給他移開 2 3 等一下再說吧 其實還蠻想要再給他加速 不知道能不能夠再快一些 等一下速度真的是偏慢 17回合 欸我真的玩2局 就40分鐘耶 其實有點燒啊 有點黑 時間黑洞 這種遊戲應該就是隨時退出再回來 應該你還是在那一局 上面才做 應該不會叫你一口去跟他玩玩一局 嗯 攻擊力 增加 這個是一模一樣 呵呵 這個是一模一樣 我就沒有在看全部了 之前要把他全部都看完了對不對 還能幹嘛呢 5個 下面很多錢 可是我只有3部的code啊 慢慢來 第19回合開一下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 這邊再弄出一個5星 有沒有發現在2回合內 弄出一個5星的 5星的豪豆 人家豪豆都是豪豆在擋 可是豪豆也只有這一條而已 我這邊都完全沒有豪豆耶 所有攻擊力加10%加23% 紅色這隻應該就是血量比較多 走的比較慢 藍色血量比較少 但會亂晃 7部 15% 15% 啊你那個豪豆 欸我還有5部 嗯 OK 好吧算了算了 欸這邊有4部耶 先上去一個 這邊等一下也弄一個 這邊可以弄兩個 這樣的話兩邊至少平衡 不要只有一邊在打 殭屍移動速度 等於是全場緩速嘛 等於是我全場攻速增加嘛對不對 緩速也是另類的 加攻擊的一個方式 再加10% 其實檸檬應該很強 只是怪物都走不進來 好的 來吧 直接 我這樣已經沒有用了對不對 不如 再多鑽一個 不如 再多鑽一個 哇可惜 沒有辦法再多一部嗎 有辦法再多一部的話 我就可以再強化一些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 好啦我們就這樣吧 應該就結束了吧 這王要怎麼過 而且這boss很像都不會殺我們 他就只是一個造型 然後往前走而已 然後再走最短路徑 很像都不會有特別的東西 欸對 獲得碎片 主要都是我們的丸豆在打的 喔他打這個也可以獲得碎片 啊可是一關通關就通關了嘛 好有了 那我們現在接到第三回合的話 是不是東西又開了一些些了 我們來看看他開了什麼 這個是開服加年華 其實對嘛 這才是嘛對不對 然後就直接送鑽石 我等一下有沒有辦法直接讓我一抽一下 有沒有辦法保底 直接給我一個傳說卡之類的 所以每一天的任務不同 有總共到7天 然後還不給你看 這裡的話呢是什麼 基金吧 哇 對了對了 就是給你花錢 然後可以拿鑽石的部分 那就看你有沒有要去用這個 如果通常有要玩的話呢 這邊應該都是要課的 不然的話會有點 不划算 因為進來都是要課金 如果沒有課金的話 那就看個人 問卷調查 200鑽石 還有什麼東西嗎 這個已經不能再抽了 其實很像也沒什麼東西耶 對吧 好了那我們這邊 最後再看一下 我們拿到的英雄 可是他說已解鎖 啊我懂意思了 這代表說這是可以拿到的 但是你現在還沒有 所以不能用 那我們這邊多出了幾隻 我們就看一下他能力就好了唄 不然這看完的話 感覺也是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椰子大炮 距離越遠傷害越高 這就是椰子大炮 放在最後面的地方嘛對不對 攻擊力只有這樣 感覺好像不用想太多耶 這個遊戲要做平衡 感覺應該蠻硬的吧 櫻桃炸彈能實行大面積轟炸彈 金度超差 就是全範圍攻擊 這個樣子的意思嗎 反正就是有就好了 這兩個技能感覺是一樣的 跟椰子大蛋是一樣的 木乃黎 他的名 他的水果 木乃黎能腐敗殭屍 還能秒殺虛弱的殭屍 可是說要秒殺應該是要 到15等才有辦法做到 那這個遊戲的話 這怎樣 喔他們的那個 喔相關 不過他也不是說印象觀 只是說他可以 對於這個能力的敵人 而有怎麼樣的傷害而已 算是一個搭配 山竹天使 他有能力嗎 水屬性未解鎖 等一下這應該是基本 我要看的應該是傳說的部分吧 他其實沒有寫耶 今日加成 今日祝福物理屬性剩餘時間 該屬性的英雄在今日 喔沒有沒有沒有 他說是這樣 還可以這樣子 就代表說你不一定都是靠同一隊去通關就對了 然後還有活動解鎖的 已經都出了 已經有這麼多確定了 所以最後的話是50張解鎖 看一下他的能力什麼 他叫蠟筆 蠟筆的火球飛得很遠 對腐敗狀態下的殭屍 效果顯著 蠟筆對腐敗狀態下的殭屍噴射火焰傷害150% 蠟筆的火球接受到殭屍會爆炸傷害加20% 同時噴出3個火球 就等於是那個吧 豌豆的進階版 攻速加20 蠟筆攻擊手20%機率突出一個能夠穿透路徑上所有殭屍的巨型火球 不愧是50等 最後再來看一下 40等的優於蘑菇 40回合 優於蘑菇向周圍噴灑毒物 並使附近的殭屍中毒 有毒物質踏入毒物中 額外造成50%的傷害並使其中毒 所以他本身 他是給 他是上buff的 50%還增傷耶 算是隔壁的裂痕吧 優於蘑菇的迷霧範圍會擴大50% 殭屍施加的中毒狀態 其傷害提高10%變60% 異常狀態的敵人進入這個範圍的時 異常狀態傷害再加50% 不過是異常狀態 所以要打異常狀態 像什麼燃燒之類的吧 然後優於蘑菇傷害加10 進入優於蘑菇物中的殭屍受到傷害加15% 那很像有一點扯耶 然後優於蘑菇向霧氣中添加置換物質 20%機率使其進入物中的殭屍恐懼一秒鐘 這確實啊 以後面的而言很像是越後面的越香 好吧那今天影片就該到這裡啦 這個就是我們完蛋了我被殭屍給包圍了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是殭屍吧 的開始的狀況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下 我是皮爾乖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21 掰掰 221 521 221 321 221 221 121 421 521 421 321 421